40題同39題一樣 Galilead做了斜面的假想實驗 然後他問我們說小球從甲 滾到釘的過程中速率跟時間的關係為何 我們很快就能夠理解 從甲到魚的過程當中往下掉 所以呢 他的速度呢是應該是會越來越快的 從原來是0 然後會越來越快 所以我們就知道呢 A選項呢是錯的 因為A開始的是有速度 他不是0 我們也知道呢 珠選項也是錯的 因為他也是一開始的時候有速度呢 而且呢不是0 而且呢他是平的 表示等速度 所以當然呢 我們的C選項呢 還是錯的 因為呢 他一開始的速度呢 有速度 然後越來越小 所以他這都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只要從一開始 只要我們從一開始的時候速度是0 而會越來越快 我們就只知道 就知道呢 只剩下B選項是對的 那麼同時我們再來看 從一到比當中 他是個平的 他也沒有任何的阻力 所以根據牛頓低運動定律 他應該做等速度運動 所以魚餅這一段呢 他要做等速度運動 所以B選項這邊是對的 他在做等速度運動 然後從餅到丁呢 開始往上衝 因為往上衝 因為受到地心的影響 加速度向下 所以他的速度會越來越慢 到達最高點會停下來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對也是對的 一開始有速度 然後速度呢 越來越慢 然後最後呢 停下來變成0 所以呢 我們就確認 我們的B選項是對的 所以我們第四十題的答案呢 應該要選擇的是B 他顯示一開始的速度會增加 然後呢 做等速度運動 然後呢 速度呢 會減少 這就是 我們的第四十題的答案 我們選擇的是B